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牵着自行车 与八位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一起帅气合照 黄珊珊说将在11月6号星期天 举办伟大市民向前骑的单车活动绕行台北各区 这个是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会从我们竞选总部出发 然后我们要环绕一日台北不是一日北高 一日台北 那我会去到台北市各个行政区 很特别的每一个台北市这八年很重要的政绩 也就是我们新建出来的广司社宅 流行院中心 港前公园 士林市场 然后新北投车站 永乐市场 新中山 北门 然后蒙甲公园 吉印庙 然后东区的东区还有市政府 也就是我们绕了一大圈 八位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 也会在各自的选区接棒骑脚踏车 与黄珊珊一起带领民众认识台北的进步与改变 那礼拜天的第一站 我们七点钟就要先从我们的进走 然后第一站就会经过大巨蛋 那我觉得大巨蛋呢 跟今天其实刚刚珊珊提到的这个运动的记者会 其实非常有关联 过去这段大巨蛋它有非常多的一些争议哦 然后甚至呢可能大家觉得 欸为什么它这颗蛋还可以这样不断的孵化出来 还越孵越大 那我必须跟大家报告的是 其实我们在地的居民呢 是非常希望大巨蛋可以赶快落成的 只要它是安全无余的情况之下 大家当然希望有一个 可以不受到任何的天气气候的影响 我们可以在里面安心打棒球 我们可以在里面有运动竞技的活动 然后甚至有一些大型的展演的空间 这个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在北流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遥远望去 过去我们南港最为人诟病 就是所谓的黑箱跟工业城市 但看过去现在不只是有北流 还有品盖工厂 台北方舟 还有我们的科技跟生技朗袋 我们从南港开始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城市的进步跟进化 再来我们提到了就是所谓的T-Hub T-Hub其实是柯市府上任的第一个BOT案 那它顺利的完成以后 产生了很多的新创跟产业运运的摇览 还有我们的内湖科技园区 其实是大台北里面 资金丰沛 人才汇集 而且加上每年配合台北市政府 做出非常多很好活动的一个 我们的政策 而且重点是刚刚的T-Hub 我们虽然是第一个BOT 但从来没有像过去的前朝政府有任何的弊案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内湖南港 跟我们伟大市民起步恭迎 在今年的士林非常的不一样 从今年的二月开始 我们迎来了士林第一场最大的大型活动 叫做台北登节 这也是我在2018年担任官船局局长 我们努力争取 让士林有机会 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型活动 今年也创下了实体将近170万的人次 来到士林做消费 那当然除了二月之外 紧接着到八月 北翼开始正式营运 北翼成为了士林新的地标 不只有新的展演活动 更为士林带来了商机 再到十月 我们又迎来了白昼之夜 这一连串在士林的大活动 让士林重新回到国际上 那下午场开始我们会从新北投火车站这边出发 相信很多朋友在假日的时候 都会选择到七星公园 跟新北投火车站这边来走一走 当然这一条线呢 在旁边我们的北投中继市场 最近也正在市营运当中 有一个崭新的市场 崭新的空间 也希望大家可以到这边 品尝美食逛逛街 当然从新北投开始一路骑到 等一下要交棒的曾宇手上 这条线也是我们黄山山市长 在整个政策里面规划的 这个首都双轴线光链计划当中的这一环 那这个计划里面有非常大部分 都在士林跟北投的这个区域当中 沿着捷运的下方呢 在高架桥下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绿狼带的产生 那一路从北投开始一路走往 建坛跟圆山 所以我们也会沿着这个 然后一起来骑成 我从大直接了之后呢 我们第一个会先到我们的永乐市场 其实为什么会选择永乐市场呢 想要跟大家说 在大同区的整个规划 我想要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的大龙新城 大龙新城呢 其实是一直延宕了25年来 过往有四届的首长 他们是不愿意来去做市场改建 以及独更的 所以其实大龙市场呢 是我们第一个海沙屋的公办独更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我们的大龙市场 我们的明轮公宅 我们一直到了我们的中山区 未来我们的一兵即将要前建 当然我们要说的 我们最近有一条 很漂亮的一条路线 叫做新中山 所以在我们双连捷运站的一号出口 大家以为只有新中山吗 没有 其实要跟大家说 新中山沿线的市场改建 是山山 一手从他当副市长 第一个 我们把它整建起来 我们把所有的市场摊商 全部整合起来 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所以真的要邀请大家 在这个礼拜天 跟着我们一起齐程 大家记得 一定记得 八年前市长刚上任 就是把忠孝桥引道给拆除 才有办法把北门重现 那也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 台湾国门的意象 那除了国门意象 变得很漂亮之外呢 其实周边还有很多 比如说铁道博物馆 比如说我们的三井仓库 那比如说旁边还有邮局 北门邮局 这是一个融合人文跟景观 然后还有历史的三大元素 最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当我们骑着车来到这里 除了可以停下脚步拍美照之外 我们还可以感受当地的人文气息 这是我一直希望能够推广出去 把北门变成是观光客来 它可以感受到台湾温度的地方 除了打卡之外 能够透过这个照片 把温度传出去 所以北门广场我们一定要留下来 那当然从北门这边骑 一路往西门町 一路往到我们的万华蒙甲 这一部分呢 其实大家知道西门町是年轻人 所在的地方 它象征活力 象征热情 那到了蒙甲夜市 晚上的时候 我们会选在蒙甲公园 为什么要在这里 这里是当初 姗姗照顾疫情的时候 照顾最深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个象征性的仪式 就是希望能够打破所谓被贴标签的破口 因为现在蒙甲已经要翻转 蒙甲已经要起飞 国门打开之后 蒙甲已经越来越多人要来了 我们的集中点是在景美吉尼庙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三张未来的市长 其实他非常关心我们景美商圈的一个发展 其实大家都非常地有感 所以我们特别把这边 因为景美吉尼庙也是文山区的一个宗教圣地 也是一个三级古籍 它有人文 它有景美夜市 景美早市 那景美早市夜市 因为是市场管理处跟商业局 还有他们的早市夜市都各有会长 所以在整个上非常困难 但是市长阿伯跟珊珊 真的非常地用心一直在协商 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我们相信可以看到我们文山区的宗教圣地 那我们当天我们是从 那个我们的和平东路一直到 一直到那个新生南路 然后再到罗斯福路 然后到我们景中街 然后再到我们景文街 我们的路选 那我们希望说不能够 因为当我们真的非常期待就是说 因为在这险情景奔 我们真的非常期待就是沿路 给我们换路 我们会从吉英庙开始沿着我们文山区的干道 包含大安区的干道 来到了忠孝东路的四段的楼门广场 那为什么会选在这边 大概有下面两个意涵 第一个呢 大家都知道楼门广场附近是我们台北市东区的一个指标的地点 但是随着之前的这个商圈的西椅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西区商圈的这个 等于说复兴 那整个有非常多的店家出现一个出走潮 可是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在科幣市长 还有我们山山副市长的努力之下 我们非常积极的跟我们东区发展协会的成员们 努力的协调 同时也跟一些暖心的房东 请求他们能够做一个房租降价的动作 再加上在东区这边有一些这个都市更新的一些计划 慢慢的已经实践了 所以东区开始慢慢的翻转 那我希望山山市长跟我们一起可以在东区挹注更多的一个努力 比方说我们会优化一些步行或者是骑车的一些车道 然后把一些城市美学带进去 那我想可预见的东区翻转是指日可待的 人住在文山也不太了解北投的状况 甚至没有去过市民 所以我们希望是能够用这样的串联方式 让更多的市民朋友对于台北市的 我们自己住的城市我们有多一些的认识 伟大市民向前期活动 黄珊珊说 11月6号上午7点从竞选总部旁的大巨蛋出发 最后将于晚上10点回到台北市政府前广场 欢迎台北市民可以各区加入共其一小段 也可以看线上直播 一起来体验台北之美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展场入口处的艺术作品 台湾灵像 现场吊挂的凳子 依照数种生长高度排列 表达台湾的森林像貌与生态 由台北科技大学 木役中心主办的 深入生活国产才好设计展 以台湾在地灵场产出的国产木材作为媒材 设计产出生活居家用品 传递富炭家具的概念 我想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国人 能够看到台湾的国产材的美好 特别是这一次在林沪局的支持下面 还有台北市文化局的场域 我们要展出的其实就是台湾 多样的生活的样态 透过国产的好木材 透过好设计 我们希望能够让国人开始去体会到 台湾的富炭家具 台湾的富炭家具为什么要谈这件事情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在谈2050年的碳中和 净零碳盘 我们在这边所使用的这些国产木材 都是人造岭的国产木材 所以材料本身它就是一个固碳的材料 所以当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 是把这个大气里面的这些二氧化碳 透过材料的部分把它吸附二氧化碳 形成木材 然后为我们所用 我们再透过设计把这些好的材料 放到我们的居家生活里面 就好像我们每天都坐拥一片森林的概念 那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入口意向 我们用的就是所谓的台湾林项 那我们用17张台湾17种不同的材料 所建构出来的这个意向 然后依照材料的这个海拔跟高度来做吊卦 呈现台湾的生活样态跟森林的样态 那凳子就是台湾生活里面 非常非常典型的家具的样态 以前我们的生活里面所有在用的东西 透过这个东西 在这个电影里面要怎么去电影出来 让大家可以了解台湾过去的生活方式是如何 那从过去再走回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展场里面有艺术家具 有设计家具 能够让所有的好朋友 能够开始去体验台湾的森林的生活的美好 那我想我们在展场里面用了两种最主要的材料 一个是阔叶树的桃花西木 另外一个是真叶树的台湾山 台湾山是东亚第一高的树种 然后它也是全世界唯一用台湾命名的树种 那台湾山我们又叫做这个卢凯族的原住民 我们朋友就会叫他叫做壮到月亮的树 你看光是这个名称是多浪漫 那它的材料呢我们又叫做七彩台湾山 就好像台湾的多元的样态 这么样的colorful 但是又是非常非常的缤纷的色彩 来展现台湾的这个多元的样态 而且又这么样的多元跟缤纷的文化色彩 所以这个材料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象征台湾的材种 那我们在现场就用这样的材料 来创作不同的这个各种不同的居家用品的这些家具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用桃花西木 那桃花西木呢是这个台湾的扩叶树 是目前在平地造林里面这个蓄积量最多的材料 那我们用桃花西木来制作不一样的这个家具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新北桌 我们为这个台北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打造的这个新北桌 就是用桃花西木 因为古代来讲它就文化意义叫做桃花剑是做避邪用的 所以它基本上从文化的语意 从材种从特色都非常的台湾的文化的意涵表现在其中 所以我们也用桃花西木在我们的展场里面 把它应用在各种不同的像桌椅柜 这些所有的生活用品里面 让台湾的台湾山跟台湾的桃花西木 能够伴随我们的居家生活 展场分为艺术家具和设计家具两大展区 总共约60件作品 兼具艺术性 实用性与生活性 以永续设计互联共创为主轴 巧妙融合新芳村茶行的建筑空间 与国产木材家具的优雅氛围 林务局从2017年开始推动国产财元年这样的政策 目的就是希望说让台湾的人工林的资源 能够被永续的利用 把他所提供的这些会议分享台湾所有的人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推动生活林业 也就是让人工林里头不管是木材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非木材的物质或像精油 能够进入到我们台湾每一个人的生活层面里头 那其中呢像这个家具 那或者是像建材或者像家室 那特别也需要结合我们台湾 非常精彩的工艺或者是非常坚强的设计的能力 那所以呢我们就跟台北科技大学的陈殿李教授合作 那运用17种台湾国产的木材呢 来结合我们的工艺师 还有结合非常多的设计专业的工作者 那另外还有不同的这个产业来制作成包含家具或者是包装盒 那目的就是希望说让大家认识我们台湾森林的这种永续的价值 那另外呢这些由国产的木材所制作的各种家具或者制品 它里头还保存了过去树木所在空气中捕捉的这些二氧化碳 那透过这些木材跟家具的使用跟保存 这些二氧化碳呢就被永久的固定在这些家具或者是用品里头 那成为降低地球二氧化碳的这个碳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展示 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到这个古寺古江的场域里面 去了解到使用国产材到底对我们生活有什么样的帮助 对地球有什么样的帮助 那也可以透过这些家具或者是工艺品 来认识台湾的工艺制美 那大家现在所在的这一个新方茶 它落成于1934年 那在2009年指定为市定古籍之后 我们重新的修复 在2016年正式的开放民众参观 那这个地方 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大道城保存非常完整的 和洋式的混合的建筑 那过去这边有茶行 也有烘焙茶的工厂 以及仓库还有住家 所以它是有多功能机能的一个建物 那这一次的展出 其实让古籍可以运用不同的一个艺术媒材 来做一个展现 那可以让民众走进这个古籍的时候 有不同的茶体验的一个感受 那这一次的展出 其实我们知道都是运用台湾在地领产的国产木材 来做一个产制 那很特别的是有一个包括台湾灵象的公共艺术 那除此之外也有刚刚大家从影片上有看到 非常贴近居家生活的一些家具的设计 那在这个场域其实非常的适合 在这个充满了历史文化的一个场域 来摆设这样子的一个木材 国产木材产制的一些作品 我想大家等一下看的时候 应该会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那这次的展览很开心 除了有不同的一个艺术媒材跟古迹的连结之外 其实我想很重要的是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的 不管是文资的保存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自然生态 其实永续跟环保一直是我们在追求跟强调的理念 那你希望大家在看这些作品的同时 也可以把这样子的理念更为传达出去 深入生活国产才好设计展 即日期展出到12月31号 新芳春茶行配合本次展览 将规划一系列茶席与品茶活动 欢迎民众自新芳春茶行脸书专业查询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导 一片片雕刻皮革经过拼凑而制成的马鞍 精致又独特 一旁的背心 拖鞋也不同一般 拥有美学设计感 还有生活用品如瓷盘 椅子 都可以加入皮革制作而称 这次台北市装饰艺术文创产业工会会员连战 展现皮革的前扁网画 现在这次所看到的话 这个是美式唐草 美式唐草的风格 然后上面的话就是亚历山大风 亚历山大的风格 它的风格的话会比较小一点 比较细致一点 然后一片一片 它总共大概12片 要雕刻12片 然后再把它缝起来 缝接起来 仿青蛙石 然后一样都是牛皮 都是牛皮 然后这一块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我们在庆典中间那一块 三层肉 那表现来讲的话就是连猪皮都要有 皮革来讲的话 它不光只是我们所看到的包包 长夹 其实皮革它所有的东西都能做 只要你想得到 它都能做 一般生活用品来讲的话 像椅子 桌子 你可以把它包起来 因为皮革它是有生命力的 你可以越用越漂亮 就跟它养茶壶一样 它会越用越亮 我们这个皮雕艺术连展主要是台北市装饰艺术 文章产业工会 我们的十字群的皮雕艺术连展 那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个皮雕连展 因为我希望把我们好的皮雕艺术呈现给各位观众 因为尤其是我们的皮雕 它是可塑性的东西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皮雕 只知道什么叫皮革 那我们为什么这次会展这个连展 因为我们有山水雕 有唐巢 有皮硕 有水生雕 那总共今天参展的作品大概将近八十个 那最主要我要告知一下是 我们的皮雕展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们结合了这么多的技法在里面 像我的学生家很生活化 它有色彩的 它是有色彩的 所以这么简单 所以我的作品当中都会比较小 为什么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生活化 那很多老师的都是有加框的比较大的艺术作品 那我们这个展我希望说已经有人反映说 可以每一年来展一次 那我也希望说有同好喜欢或是爱好比较的艺术者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共学共好 除了生活风格制品 写实的山水画也能透过皮革做成 其精细度与染色至精准度尤为困难 趁虹斌和刘子林却以皮质山水画为乐 写实呈现眼见风景 现在做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比较写生类的 写实类的 所以都是比较强调有层次 有深浅有层次的观点 是挑起的有层次 还是色彩的还是都是要强调有层次 那今天会介绍这个就是因为大部分看到的皮雕都是做的比较图案式的 比较呆板 那而且在皮雕界里面做山水的很多 做山水的人不多 那山水它要在皮雕上展现的话 它又是另外一个境界 比较懒的就是流水跟林采 这个都必须在工具 用工具去用它的角度来展现 所以这个就变成会 要运用到个人的思考空间 用自己的螺族思想去 怎么样去把它展现出来 这是它比较难的 素皮的纹路是 因为是斑驳的 是不规则的 所以使用的工具会比较多 比较多种 然后在敲打的时候 因为它我们这幅是立体雕 所以在敲的时候 就是因为它的边边是需要把它打下去的 所以会需要用 打凹是不是 对 打凹的力道要有比较大力 因为我本身是学美工出身的 然后对话就蛮有兴趣的 所以对于用皮革来做出一个这种作品 就是蛮感兴趣的 就是皮革也蛮多样化的 所以就会想要尝试在上面 就是做不同的图出来 就是山水啊还是糖草什么的 熊壮威武的獅头骨头是皮雕创作者林矮珍的作品 立体的图像更能展现动物的特性与神韵 原来皮革创作不仅于生活用品更是艺术的美材 我这一幅作品呢 是百兽之王老虎虎 因为我是把它做成立体的 让它可以呈现跟平面的展现不一样 就是它是立体化的 但它就是一种意境 不是说写实派的 只是一个意境 所以用皮革去塑形 把它的这个气势展现出来 那利用这个牛皮还有猪皮 皮革都是一张平枕的一个比较硬的材质 但你要把它弄成柔软 然后弄成可硕 就是你要它柔弱的地方柔弱 刚硬的地方刚硬 是比较难的地方 就是比较难呈现 就是要用特殊的方式 特殊的技法去呈现它 作品皆是近年的创作 在士林公民会馆展出到11月25号 期盼藉由展览推广皮雕文艺 同时也有开设免费的DIY活动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逛展体验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HOME PLUS 中加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能你来拿 想请请请下中加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中家宽屏赞助的媒体素养奖 入围者也贯彻 这两个媒体素养教育的重要性 卓越奖跟正聚感新闻奖 对台湾的媒体界来讲 不管是分或者合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 鼓励我们的那么多的媒体工作者 那么多的新闻媒体的前线 第一线的工作而言 能够得到奖项 得到更多的鼓励 有那个动力继续往下面去发展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两个奖项同时发展 同时分开都没有关系 因为鼓励大家立场是一次的 那希望明年几位参加 除了中西版的新闻奖 除了中央社之外的 几位企业界的朋友 也继续的能够支持这个奖项 包括中家的媒体素养奖 中家媒体素养奖是在2019年的时候 中家现在的团队 拿到了现在的中家的经营权之后 在郭董事长的指导之下 甚至于是在这个时候 明天的洪委员 在当NC主委 NC委员的时候 也曾经要求 在媒体素养这一部分多做一些 因此媒体素养奖项是在这两年 今年是第二年 是全台湾唯一的一个媒体素养的奖项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奖项 我们会继续的维持下去 这个奖项竟然有四项的入委 有一个人会得奖 我们等一下很想看到 是谁会得到这个媒体素养的奖项 而且中家在做媒体素养 不是只有在做这个奖项 媒体素养还有做市媒体 相关的网站 还有相关其他的一些课程都有在做 谢谢中家今天的继续支持 非常荣幸代表中家集团来参与今天这个盛会 那曾旭白先生新闻奖 其实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最高殿堂 那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奖项 那身为有限电视地方新闻的工作者 今天受邀担任颁奖 来到这里 其实特别感到荣耀 那当然新闻报道追求真相 不过在这个资讯非常爆炸的这个数位时代 每天我们的讯息量都非常多 而且传递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们认为培养月定大众的这个思辨能力更为重要 所以中家集团这几年其实就是非常积极的 透过全省12家的有芯片式系统 在各地积极推动媒体失足 那当然在2021年起我们跟这个基金会这边共同合作 我们设立了增设这个媒体试读奖 那我们希望透过奖项呢 能够唤起更多人对于媒体素养报导 以及媒体试读的教育更重视 媒体素养奖共有两名得主 分别是公式采访团队的数位时代言论自由吗 以及近新闻团队的不单纯的童年娱乐网络危机五国界 作品皆为非常优秀的媒体素养教材 我想说这个题目其实真的蛮少见的 然后这个线索呢我大概养了三年 然后这三年的时间我就觉得 那心情很忐忑 不知道随时会不会有人来报导 但是又很希望早一点有人可以揭发这些东西 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是 我在报题的时候 因为我两个长官 一个有两个小朋友一个没有小朋友 所以大家可以预期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不过我就很感谢近新闻的主管 从大长官到小长官到顾问 都给我非常多的指点还有指教 那我想要呼应前辈刚刚讲的就是 可以多关注一下记者的心心健康的问题 因为我本来以为我跑线十年并没有什么 就是新闻跑完就消化了 但是我后来在怀孕生产的时候才发现 我所有的PTSB都在产后忧郁的时候爆发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记者 虽然在采访现场可能好像事情过完就算了 但其实都会在心里留下一些烙影 在这个资讯碎片化的时代 任何人想要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都非常容易 但也容易偏迫 一个深度报导的价值在哪里呢 在我们挑定一则题目 开始邀约受访者进行企划 并且在采访之后将这些访问的内容 加以爬出的过程当中 我们付出的心理希望透过这个奖项 能够让各多观众能够理解 在深度报导在专题报导的这个价值呢 其实是值得肯定的 非常谢谢公事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每一次拿着麦克风 拿着笔 甚至在敲着键盘的时刻 我都感觉到一股荣幸 我也战战兢兢 每一次我都是如履薄冰的 面对每一位受访者 在写每一次的稿子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请祝全力 中加宽评2021年 和曾旭白先生新闻奖基金会合作 增设媒体素养奖项以来 增建作品逐年增加 今年度共有41件作品参赛角逐 期待有更多媒体同业参与 一起为提高台湾媒体素养 共同努力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导 台北市交通局推出交通瓶颈改善计划 期盼透过公司合作以用路人视角 改善北市交通状况 从5月12号到8月12号 三个月的时间总共受理163案 其中137案属于一般交通设施改善 26案属于交通瓶颈改善 那这些案子里面 我们在这一段期间呢 总共收到了163案 那这163案里面呢 其中有26案是属于交通瓶颈改善的部分 那交通瓶颈改善的案件里面 有8个案件是由一般的民众提案 有18个案件是由原警来做提案 那这些26个案件里面呢 目前采行的有22案 22案里面已经完工的有19案 正在施工的有3案 那大家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一样是瓶颈改善的案件 我们没有采行呢 这个部分最主要就是 民众的建议呢 可能我们目前工部门 已经有在做了 那或者是他的建议 可能有不可行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有举一个例子 就是像那个和平跟基隆路口 那这个提案人呢 他就建议要去做这个耗质 耗质瓶的改善 那另外他也建议要去做 软质弹性杆 那耗质瓶的部分 因为我们目前工部门已经做了 然后另外 软质弹性杆的部分 因为这部分的建议呢 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行车安全上的顾虑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没有采行 好 那一般案件的部分呢 总共有137件 那采行的是48件 没有采行的是89件 那没有采行的部分通常就是 目前我们已经有14的部分 譬如说他建议 红黄线再去重新会市 或是加设反射镜的部分 那没有采行的部分 可能就是比较天马行空 或者是 不是属于台北市全责的范围 其中杨明焦大曾同学 提出改善成功路二段沿线 经评估后提升旅行速率48% 获得最高奖金3万元及奖状 另外小黄司机吴先生 则是提出巴德路一段 与新生高架北向入口 以及新生高架巴德路南向出口 往巴德路一段的改善建议 获得奖金2万元及奖状 因为我是读相关的江东科系 然后就是对于台北市的 这个整个道路的一个系统 就是会有就是存在的非常多的 想要改善的一个迹象 因为平常我们大家在开车的时候 其实常常在路上开 就是常常遇到就是 原本直直走路线 结果直直开一开 就突然变成左转车道 或者是直直开一开 然后结果就 就是机车就不能走的这样的情况 就是会想说就是透过自己的交通专业 还有自己的兴趣 然后让就是我心中有这个 这个改善的想法能够发挥出来 然后能够实际去让台北市的交通 变得更好这样子 我的提案内容是 是在内湖区的成功路二段 从那个国道一号的闸道口 一直到成功炒的这一个路段间 然后呢 这个地区主要的问题就是 就是主要的就是 机车两段是左转的问题 就是因为它机车带转格 其实比较小 然后就是上下班尖峰的时候呢 机车就是会溢出来 然后会让直行的汽车和机车 就是会有冲突 就是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打算透过这次的计划呢 去改善这里的机车的问题 就是包括设置偏心式转车道啊 还有就是让路口的线形做调整 能让就是整个行车动线 会更加明朗 然后更加安全 然后也透过一些交通人本的一些概念 让我们整个路口呢 能够去去做一些保护行人的措施 包含了设置行人庇护导 还有行川线退缩 还有我们夜间那个行川线的 那个照明度加强 做了这些交通设施之后呢 可以让就是台北市的市民朋友呢 能够呢 去更愿意走在台北市的街道上 五月五月初的时候就有看到 网路上有这个方案 再来我在开计人车的时候 就有看到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才想说用图绘的方式 把问题的所在点绘数来给市政府 我每次下班时段行经的时候 大家都会争先恐后 为什么会争先恐后 第一个 因为那边的号字 两边是同时的 也就是说 依照规定左转车 要等执行车先走完才能左转 往往这个时候灯号都已经变了 大家都在这个时候 抢着要上闸道 甚至有的车辆 会在最外侧 直接左转上闸道 不管远景的指挥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建议市政府把号字跟标线绘制好 这样才能改善交通 第一个案子就是 承德路7段 这个路段的部分 从石建 石建街到大渡路口这个部分 依照提案人的建议 简单的说 就是这个路段里面 其实往淡水的方向 它希望车流量很大 所以它的建议就是 往淡水方向的车道数 它希望去增加 经过那个专案小组的思考 它怎么去做改善 首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 道路空间有限的情况之下 我们把原先实施很久的 机车专用道去把它取消 取消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车道数做重新的分配 重新的分配之后 确实我们就有增加 往淡水方向的一个车道数 然后大家可能会疑惑 那原来机车专用道 提供给机车行驶的路权呢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 除了让机车行驶 在混合车道之外 另外我们也开放内测 第二车道给机车行驶 这是第一个部分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也增加了车道预告排面 就是这里 让用路人可以一看到这个排面呢 就可以知道说 我现在要靠哪一个方向行驶 所以更加的改善了行车的速率 然后第三个呢 基本上这个路口 因为这个还有这个代转 就是我们在离封时间 这个车辆 往左边回转的车辆数很多 所以我们专案小组呢 也检讨了这个部分的一个 代转空间去调整了 然后最后呢 提案人建议的 这个增加实项的部分 我们也有采纳 那这个案子 我们在实施之后 发现整个旅行速率 提高到64% 这是一个非常成效卒助的一个提案 交通局表示 审查评分奖励方式 是经由小组审查通过 依个案评分 70分以上者 给予5000到5万元 不等奖金及奖状 未满70分给予奖状 而本次90分以上者重缺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国道1号摊放现场 一早怪手和工程车进驻 但因为空间有限 现场派出蛇两怪手 轮流开挖 工工局预计用H型的钢桩 先进行挡土墙打桩 工程不会清土 但就怕又发生摊坊 交用部长王国才 视察现场 在做这10年的时间里面 会对我们的边坡 做一个临时的边坡案件的权利 所以要确保它的安全 那在10天过后 我们做所有的工程就是在整个边坡的场景 让它更安全 这个地方是一个典型的顺向坡 它整个滑洞 包括叶也都会出现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 包括我们未来的政策 或计我们政策 其实装在顺向坡的下缘 所以政策它移动 那我们另外也说这一次的移动 它事实上在 那个顺向坡的上远 的地方滑洞 所以等于说整个政策的广度 还有包括我们的迷路 已经比较强 那我们现在整个工程 都会在现场 我们接下来移动 而国道一号 两次三崩 连续几天造成了 基隆往台北交通 通勤族 上班受阻 立委蔡欣 连夜联系台铁 金融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等单位 希望做出相关因应措施 高速公路在细止路段 摊放的消息之后 市映就有连 市映跟邱昌市长 都有联系的相关单位 那昨天晚上我 9点多10点 都还一直跟交通部长 方国差部长 在做联系 那部长就指示 在工程的一个相关的进度 趕快来推动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另外就是他就配合 两个地方的地方政府 来配合警力的疏导 和疏运 以及决定的替代路线 那交通部是有协调了 公路总局所辖的国道客运 跟公路客运 班次的路线的重新变更 所以在我的FB 或者在相关的新闻稿 都有看到 这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昨天晚上 我有跟市长在聊到 就说那 是不是有一个替代的输赢方式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 我又特别联系了台铁的局长 杜威杜局长 那越南局长是说 因为临时要征班可能有困难 那后来在我的跟他拜托之下 我也非常感谢局长 昨天晚上不眠不休 协调了台铁局 台铁工会 跟我们的司机们 愿意今天早上出车 帮忙输运 在6点52分的下班次 那目前来自今天早上 就台铁的输运来讲 还算顺畅 那其实还是有余力的 所以我们还是呼吁 我们的市民好朋友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把台铁的输运 当成优先第一选择 除了加强联络中央和地方政府 立委蔡世英取消了扫街拜票行程 前往国道一号 和交通部长王国差一起会刊 呃这个最近这段行程 工作有问题 实验 那我们就要看协调 我们所有都 看现在这边的现场的工作人员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 新务工作的话 这样的整个工程 也会运达在整个时间 那因为是天然灾害 所以我们也请他 就除了这一段之外 我们也会要说 我们的公共路局 就我们其他周遭 三公里的部分 有没有可能也请 警治区 请他们也一切来注意 不要等到 到周遥 三公里再来做 后续的抢救 而因为国道一号交通受阻 通勤族上班迟到 立委蔡思英也请劳动部 针对劳工权益提出了对策 要让雇主和劳工都有所依循 有特别在联系了 呃劳动部部长 徐明春徐部长 要跟他讲 因为这个天灾不可抗力的因素 基北的通勤整个大乱 基北的工作时间整个大乱 能不能请呃 劳动部这边来延引公告 就是延缓两个小时上班的 或者三个小时上班的时间 避免雇主 就让雇主跟我们的这个上班组 都有个依循 那部长在这边有允论 会在做后续的协调 那如果有新的公告出来的话 我们会趕快来告诉大家 那另外第四个 我刚才在来的路上 早上今天早上很时间很赶 所以我们看到许多的货柜车辆 在路上 所以今天早上我也特别在联系了 港公司的高串凯高丛经理 请他能不能协调 基隆汐止地区的货柜厂 以及海关 把整个收货的时间重新调整 把它调整成离封时间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见封时间 就少了货柜车辆的进出 那让我们的交通可以顺序更好 那这个我也非常感谢高总经理 目前港公司已经精力在协调 我们所有的货柜仓储业者 以及海关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持续来努力 依照公共局抢通进度 4号上午6点先会抢通 南下主线内侧车道 主线外车道作为施工变道 及边坡缓冲区 但因为担心会发生第三次的崩塌 全线开通大约还要10天才能够完成 记者黄少铭记录报道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式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似乎无药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琪盘关心您 画面上是国道1号南下10K的地方 目前已经开通一个车道 立委蔡适应清晨6点到现场进行勘察关心 感谢工程人员全力抢通车道 也希望用路人行经时一定要减速通行 注意安全 最近在这边非常感谢我们高速公寓局 全景上下在这两圈的一个努力 那原来本来工期要到一步到今天中午以后 才能去不通车 那他们等晚不眠不休 所以在进行六五年以后 能够开放内线车道通车 所以最近特别来到这边 来跟我们走出我们的局长 市长来看一下整体未来通车的一个状况 但是虽然内线先通车 不表示工程已经结束了 工程他们还要继续来施工和努力 所以市应要非常的感谢他们 那也希望他们能够进驻完毕 在工程中也要注意安全 那另外也要呼吁 我们到高速公路来这边使用的用路人 到这边一定要务必减缓车速 因为整个工区都还是处于一个 比较不一定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希望这个方式 这样的通车能够减缓整体 基隆地区到大台北地区的整个塞车的程序 所以今天市应特别的感谢 公关职业 感谢前面部长 在我们向他反应之下 请他们全力推动 马上的封城的一个因素 我非常感谢他们 昨天有估计大概至少四万地方米的落实 各位可以看得到来路上非常多的杂质 是在盘略在其他地方 所以这个还需要一点工作的时间 再加上他们还要在旁边打 那个集中集中集中集团装的运并编坡 避免即便落实轻完之后 还有第二波的落实掉下来 所以这个部分 告诉公路局的转业评估或是会来出 记者黄日生综合报导 而针对这一次国道1号10k 细止段编坡崩塌 造成基隆交通冲击 也凸显出基隆台北交通的重要性 小孩爸爸谢果良 在台铁基隆站向通勤组问好时 也提出呼吁 基隆的铁路跟捷运要兼顾 铁路班次真的不可以废掉 那各位想想看 如果最近的情况 发生了国大贪邦 结果根本没有这个 这个任何的火车可以搭乘的时候 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们的连外交通有多辛苦吗 我也跟大家讲 其实这些对外的联系都是不得已的 正本清源 我们就是要替基隆在地找到我们的就业 如果你在地没有就业 大家永远就这样往外跑 这不是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 然后未来我要推动更多的直达车 以前我们就有推动过 基隆到南港 还有基隆到八渡 然后台北 那未来这直达车就是 在细止之前我们就用区间车 我觉得要有几台 几班车一个小时一班左右 直接可以到南港松山台北 尤其是南港台北 因为南港现在是大战 在我做立委的时期 那时候南港还不是像这样的大战 所以我觉得到南港跟台北 我觉得是未来我要好好来推动的 大家上班辛苦了 各位好朋友找 谢果然强调这次国道事故 显示台铁存在的必要性 能够在短时间输运大量的人潮 因此火车跟捷运 应该朝两者都保留的方向来做规划 另外透过民调资料可以发现 如果捷运路线走进安乐跟中山区 来衔接基隆火车站 民众接受的比例更高 因此他呼吁第二段路线 可以规划从八渡站 延伸到人口密集的区域 这样可以兼顾火车跟捷运 不会抢夺客源 反而可以让基隆更多区域 纳入轨道系统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道 不管是可以触摸的酒器 还是敲击出声音的乐器 或是风土民情描绘了栩栩如生的清明上河图 甚至是翠玉白菜肉行尸等 这些珍贵的故宫国宝文物 就火生生的出现在大家面前 让人随意触摸观看 这是由故宫博物院 与基隆特殊教育学校 合办的教育推广活动 透过仿真的文物复制品 让基隆市身心障碍学子 不用到故宫就能感受艺术文化之美 我们透过社区以及社会资源 以及社福团体 跟学校单位做接轨 让每位的身心障碍者 在这一次的活动 所谓的跨越障碍触摸美丽 在整个活动当中 让他体验出五感的体验 所以包含这次的古文物的展出当中 有所谓的动画 有所谓的所谓的嗅觉 视觉 听觉 这项活动共分五大区块展出 包括以基隆士鸟 黑鱼烟等鸟类为主题的画作等文物 故宫希望借此实现文化基隆及平权目标 让国人知道文化随处可及 像是清明上河图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我们把这个圆寸一比一的复制品也带过来了 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圆寸的一比一的 这样的一个清明上河图 我们去了解这个 这个古人他们在生活上 其实跟我们基隆的庙口 也有一些类似之处 对 因为很多很多的细节 其实就是庶民生活的这个缩影 这样的活动也让基隆士议员 张耿辉大为感动 让他们这些特殊学校的学生 不需要走到我们故宫博物馆去看到这些展示 就能到到学校里面看到 我真的非常感动 那也期待我们基隆士的海洋科技博物馆 也同样的能够把我们地方上的一些特色 这一月的以前的古老的 我们的遗村的生活情况 包括遗迹等等 也可以到这个学校来展示 给那些小朋友来观看 现场还有二星高中图书馆 小太阳成长设置工陪伴身心障碍学生 完成手作体验 帮助身障学生跨越障碍 享受一场有温度的艺术文化饗宴 记者 张启腾 金融报道 在群众倒数声中 这一座全台商圈最高的圣诞灯数瞬间点亮 这是基隆委托行街区一年一度的盛市 盛光日活动 现场除了有圣诞点灯仪式 还有万圣节四集 互动式戏剧演出及街区阅读等 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与店家热情参与 相比于过去没落的景象 让上任前就极力协助委托行寻找资源 推动地方创生的基隆士议员佟 非常感动 这么多年来 其实我们经历了也很多挫折 那当然有成功也有失败 当然这两年又有疫情的关系 我们本来做起了一定的人流 固定的市集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又重新开始 不过我觉得每一次的学习都有不同的收获 就像曾经的北台湾时髦胜地 然后经历了港富萎缩的关系 然后又开始逐渐的重新开始 我觉得疫情后我们会有新的发展 现在有新的消费模式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社区的连结是非常重要的 要做地方创生 在做社区营造的过程非常重要 我们委托行现在的干净跟方便 我们从来没有请过环保局来打扫过 都是我们社区长辈 还有在地的居民意识的连结 希望我们的环境是干净的 希望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 我想这是一个城市发展 一个重要的一个动能的基础 委托行的丰硕成果 也获得金融市这种方面的肯定 强调将继续支持 其实委托行街区是我们金融市政府 在地方创生这个政策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这边 已经有非常多年轻人回到这个委托行这个地方 那我们今天委托行街区公司也办了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 那重新回到委托行 那一起这个让委托行这个地方 能够重新繁荣起来 尤其委托行街区的地方创生 不仅吸引许多年轻人返乡创业 街区举办的小小导览员活动 更对金融官方发展及乡土教育产生相辅相成的效果 这是我们在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 那我们也希望呢 在市中心这么有特色的委托行 更是我们在推动观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在这个地方走读基隆 也可以到这里来看看 然后也同时是重要的游城之一 我们小朋友能够培训小小导览员 来介绍我们这边的历史 然后跟我们的卡马亭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千里之行十一足下 我们从认识自己的土地开始 同主委表示在地认同是城市光荣感的根基 他会继续与街区的伙伴共同努力 让基隆委托行不只重返风华 更是传承基隆历史文化的重要基地 来委托行 战战战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地方大小是因为有您的关心 才能让社区越来越进步 我是陈淑萍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 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 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接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明料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 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